嘉南由你台北參與學應改畢業生 日前是特別前往安平的水福一地中心 來基盤公約主飯的這個活動 剛才說到他們台北四年所學到才的選擇 也做回來做公約 讓水福的青年和小朋友 可以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江祖靈媛一邊沒有準備食材 一邊在分種料理 這是日前在瑞富的地中心的活動 由嘉南由你台北參與學 今年的比亞生共同準備的餘族 這當然是他們的比亞店 電視大家四年來的開始生過 那這個活動是結合我們市上的一個成果展 那透過這個成果展讓學生 在將學校的四年所學 然後結合瑞富一地中心的一個 全人關懷的一個社會議題 來做一個社會的一個回饋社會的活動 對亞人的幾位教料理的設計 都是有學生來安排 他們對一月份就開始準備 最好讓電視自己所有的專業 提供美食優格健康的料理 因為當時呢就是想說取自己社會 用自己社會 然後想要回饋給大家 然後把四年做的成果呢 就是可以用一組的活動 就是回饋給社會 那我們的菜色呢 我們會覺得就是要讓 這個瑞富一地中心的小朋友 適合入口 然後也健康 不合營養標準 所以我們就選擇會有蒸蛋啊 會有無骨 無刺的鱸魚 所以讓小朋友比較可以好入口 然後也選擇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喝的玉米濃湯 來當作湯品 一月吃的時候就開始做準備 我們的合作就是分配人員 然後把適合的通財放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去完整整個工藝的工藝 好像除了準備料理 也安排活動 跟瑞富的學部對象來動漏 讓大家多快樂有更難忘的一天 我們瑞富意志中心一直以來 就是服務身心障礙者 包括我們的成人的朋友 跟我們的幼兒 那我們也很喜歡就是可以跟社會 有多一點的接觸跟交流的機會 那透過家藥餐旅 就是今天的成果展 他們可以學生就是製作他們自己的餐點 然後把這個東西回饋 結合到我們公藝 讓我們的青年跟幼兒可以一起享用 那也他們也還同時就辦了一些 手工DIY互動的遊戲跟活動 讓我們的青年也感覺到很放鬆 然後感覺這個是一個有接觸的交流的 一個很好的機會 這間準備的料理雖然只是一頓飯而已 但對大家來說 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除了讓比亞先生 典現自己學習的成果 也讓瑞富的學部對象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既然還沒在安平哭才能不得 除了